那我们最后一题来问说 你这辈子有觉得什么事一定要完成 我觉得找到并且认识那个自在的自己 是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然后它很难 可是不做这件事情会很可惜 一定要做做看 有觉得在几岁之前会找到吗 还是其实没关系不设限 应该我觉得这是一趟旅程 找自己是一趟旅程 因为十岁的自己跟三十岁的自己 一定不一样 五十岁的自己也不一样 所以我很喜欢树木熙灵的那一本书的书名 叫做以自己 因为名字有点长 类似是以自己喜欢的姿态 离开这世界 所以就算是要到那时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觉得也不能 也不用放弃 你觉得说好像很迷惘什么的 我觉得迷惘是一定的 反正就是一个人生就是一个很长的女生 对 可是不要放弃寻找 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因为社会投射是不断的在投射嘛 你到每一个空间你穿的衣服 它都在给你暗示啊 在暗示你要做怎样的人 你的职业 你的性别 你的年龄 你都在暗示你现在应该怎样 对 可是这个会阻碍你去找到真正的自己 对啊 可能年纪很大的人他就是想要 耶 想派对啊 就让他去啊 那刚刚说最后一题还是再加一题就是 像现在年轻人就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 地球也要毁灭 然后社会那么乱 所以也不用活那么长 这样 那你觉得 你觉得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怎么样在 怎么样找自己 跟怎么样在这个乱乱的社会里面去 找到自己 而不是觉得反正就是 就是也不用活太久的啊 樱桃小丸子在他小时候的时候看到地球 好像二次那个预言 玛雅预言说二零一九九九年地球会毁灭 然后他就一直想要摆烂的过完一生 可是呢 因为他有一件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画画 他最喜欢的事情他没有放弃 因为喜欢就是喜欢 他没有所谓放弃不放弃 他就是继续画画画画 然后呢 到地球毁灭那一天 地球没有爆炸 他就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事 那我就觉得 这这样挺好的 对